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对于荷兰年轻一代的一级方程式车手维塔斯潘来说 对于荷兰和荷兰车迷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天 维塔斯潘能不能在他的职业生涯中首次奪得冠军 对于父亲来说,他的儿子能不能青春以蓝而胜以蓝 荷兰能不能迎来他第一个世界一级方程式跑者大赛的冠军 荷兰的体育迷能不能今晚可以通宵大大庆祝祝 就看今天阿联由阿布扎比的跑道了 这几天,荷兰出现了举角共画F1的形势 最终,维塔斯潘在最后一圈超越了对手汉密尔顿 成为了总绩分的冠军 也是荷兰第一个一级方程式跑车大赛的世界冠军 消息在荷兰社交媒体 甚至在荷兰华人的微信券都插屏 跟所有结束的英俊一样,如果他愿意身边不发成群的美女 不过去年10月份24岁的维塔斯潘宣布 他跟一位有荷兰血统的巴西美女谈恋案 跟着,在社交媒体的平台上 不时曬出他们的自拍和合照 这位美女的名字叫做海里皮·辉特 Giori Piguet 今年33岁,可以说是姐弟恋 她是巴西一名模特兼记者 很懂得赛车,特别是一级方程式赛车 原来这位美女是巴西著名车手 纳尔逊皮·辉特·Lealson Piguet 的亲生女儿 而纳尔逊曾获得3架F1世界冠军 这位美女的母亲是个荷兰人 亦是个模特叫做西尔维亚塔姆斯玛 所以说她有荷兰人的血统 另外海里带着一个刚刚30个女儿 这女儿的生父是俄罗斯著名的一级方程式车手 丹尼基雅特 原来海里曾与基雅特有个戀情 2016年8月份认识开始交往 在2019年跟后者生育了一个女儿 只是在女儿当年7月17日出生后的几个月 不知道什么原因,两个人12月就分手 海里带着女儿离开丹尼尔 在赛车界亦是个知名人物 虽没有获得总分冠军 但亦曾经名列前茅 在一级方程式大赛分站比赛中 站上过领奖台开过香槟 更有意思的是 丹尼尔和维塔斯潘 都曾经一起效力过 红牛车队是队友 2016年 丹尼尔和维塔斯潘 在西班牙分站前更换席位 维塔斯潘上钓到红牛车队 丹尼尔便回到红牛仪队 后来维塔斯潘晒出了一张 丹尼尔和海里及其女儿 三个人在泳池中戏戏的照片的时候 有荷兰网友调刊说 维塔斯潘将丹尼尔三样最珍贵的东西都奪走 戴人、女儿和红牛车队中的位置 另一位巴西美女,也的一个好友来头 除了在赛车界的名门之后以外 年纪轻轻的她 在世界上很多地方生活和学习过 她出生在德国城市洪堡 童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法国南部 包括摩纳等地度过 12岁的时候 议训巴西一直生活到15岁 随后她返回法国 在那里又住了一年 然后移居英国的一所寄宿学校学习 17岁那年她回到巴西 完成了高三的课程 Kerry曾就读于纽约大学 主修国际关系 重点是政治学和经济学 在学习期间 她曾经在时尚领域实习 后来决定在这个领域发展 曾经走过T台 当然 Kerry 也不是维塔斯潘的初恋情人 在Kerry之前 她曾经和一名 迪拉拉·桑尼克的 土耳其裔德国美女 谈情说爱 打得火焰 留下了很多照片 其实维塔斯潘的女友 可以排出很多 有杂志 就逐一刊登了这些女生的名字和照片 又说疫情 英国首相再次因为去年的聖诞聚会受压 英国首相约翰逊去年12月15日 在他的官邸举办了一场名为聖诞问答的聚会 周围有亲近的同事回答问题 英国报纸每日镜布对此进行报导 这份报纸和参与者交谈 并发布当时举行圣诞节活动的照片 但在举办这项活动时 疫情正紧张之際 英国人被政府紧急建议 不要组织圣诞聚餐大饮大食 而且由于当时感染的数字太高 不要在室内接待任何访客 根据这份报纸采访的一位 参加圣诞测询的知情者说 圣诞测询被认为是一项有趣的活动 但当时人们应该通过视频连接参与 不过当天手上的工作人员 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在办公室举行 而若看信当时并没有阻止他们 消息人士说 由于这是一项文化传统的活动 首相不以为言 他认为举办聚会根本不是什么问题 不过在回应中 若看信的一位发言人表示 这确实是一项远程的圣诞测试 但由于抗击新冠病毒危机期间 若看信的员工不得不经常一起 在同一时间段处于办公室中 发言人还表示若看信本人 也只是短暂地参加了这项测试 英国首相若看信 也因为去年在唐宁街10号举办的聖诞酒会 而受到评击 据说有几十名若看信员工在场 这发生在圣诞测试后的几天 从荷兰可以坐火车去瑞士 继奥地利之后 星期日早上一列从瑞士苏黎世出发的夜行列车 抵达荷兰阿姆斯特丹中央火车站 这意味着荷兰和瑞士之间再次有夜行列车的连接 Lightjet 也是夜行列车 每日运行十一个半钟头 途经德国往返于瑞士和荷兰之间 荷兰的旅客可以在阿姆斯特丹、乌特勒兹和阿纳姆上车 从相反方向而来的夜行列车 每日早上亦抵达荷兰的同一个车站 今年5月25日 荷兰在四年当没有通过铁路定期进行国际接轨后 再次正式连接到欧洲夜行列车网络 从当日起 每日有一趟开往奥地利的夜行列车 从阿姆斯特丹出发途经乌特勒兹和阿纳姆 到达德国的慕尼克 以及奥地利的城市 因斯布洛克和维亚纳 荷兰铁路公司再次开通夜行列车和追求环保有关 德国新外长在G7峰会上亮相 刚刚来身的德国外长布尔伯克表示 七个主要工业国家的外长在利物浦的会议上 包括俄罗斯、中国和伊朗在内的主要话题 达成了共识 布洛克强调 七国通力合作不是为了一起去针对谁 而是为了支持什么 这位来自德国陆党的外长表示 在所有的全球问题上 中国都是合作伙伴 但同时也是竞争自己和体制的对手 他强调 七国集团希望在公平的条件 以及尊重人权的前提下 和中国进行合作 他透露 关于外交抵制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问题 亦在利物浦会议上有所讨论 这是布尔伯克作为德国外长首次在多边会谈上亮相 在星期日下午结束的G7外长会议之后 布尔伯克将继续飞往布鲁塞尔 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来恩进行会谈 这是荷兰粤频道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赞、转发和订阅 继续看东奥消息 日本可能不派遣内阁成员出席北京冬奥 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外交抵制北京冬奥的呼声中 日本政府打算不派遣内阁成员出席明年二份举行的北京冬奥会 目前正就此进行协调 日本放送协会日本共同社昨日报道了上述消息 据日本放送协会报道 在自民党内以保守派的议员为主 不少意见要求日本政府进行外交抵制 政务调查会长高市祖苗说 中国存在侵犯人权的问题 日本也不应该派遣官方市集团和外交团 据报道日本政府最早将在年底作出最终的决定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昨日说 将从国家利益官联出发进行应对 至于做出决定的时机 他说什么时候恰当正在持续讨论 不过日本共同社指出日本政府计划在对外说明时 不将其行为定位为外交抵制 报道说为了让明年 仍未邦交正常化50周年的日中两国的关系稳定 日本方面将顾及中方的情绪 中国前财长罕有批评数据造假 中国前财长刘介偉批评中国统计数据 并没有适当地报告负面的经济变化 政府高层人物这样罕见地公开做出批评 突显了中国政府对中国数据准确性和可靠性的长期担忧 一年一度的中共中央政治工作会议 这个月8日至10日在北京召开 据新华社10日发布消息 为期三天闭门会议 中国经济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 预期转弱三重压力 刘介偉昨天在一个线上活动说 这些根本就是中国的统计数据中看不到 能看到的统计数据都显示情况非常好 并没有足够数字反映经济中出现的负面变化 刘介偉认为 这种单变性数据使得评估中国政府目前对三重压力的判断更困难 相比之下,美国的数据就报喜亦报忧 刘介偉还说 尽管中国政府指企业和其他市场实体的数量 在疫情下有所增加 但实际上,他们很多都因商业困境和注销的困难 而处于停滞的状态 刘介偉说 类似的是,政府的数据统计了新增就业 但就没有跟进这些就业人口 在六个月或更长时间里 是不是被解雇了? 刘介偉在评论经济方面出了名的直言不谓 他在卸任财政部长后 又出任中国全国社保基金会理事长 直到2019年 经济学家以及中国政府官员 多年来一直对中国经济数据准确性提出质疑 在出了一系列数据造假的丑闻之后 中国国家统计局为此特意成立了统计政法监督局 广州市有10名官员因为斩树被问责 广东省的省会广州市的10名官员 因为大规模遷移斩发市内的大容树 而被问责其中包括中共广州市委副书记罗其经 副市长林道平等等 通报指出 广州市大规模遷移斩发城市的树木 严重损毁了一批大树老树 破坏了城市的自然生态环境和历史文化风格 伤害了民众对城市的美好记忆和深厚感情 是典型的破坏性建设行为 造成重大的负面影响和不可挽回的损失 初五严重、教训深刻 之前,广州市在同一天更换市长和市委书记 原来的市长和市委书记暂时停止了他们的职务 已经实属罕见 今晚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为止 我们明晚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